什么叫寄功? 寄就是帮助,功就是无师 什么是活佛?活就是不死的 活就是天心佛性 我们要寄世救人 我们要度化世界众生 唯有用无师的心才可以 因为无师的心不是死的 是活生生的天心 所以这是寄功活佛四个字串起来的意思 那么你们拜寄功佛佛为师 实际上是拜这四个字为师之佛 因为人人都有很严重的私心 很严重的偏见 有私心有偏见 所以没办法为众生来牺牲 处处都为自己 事事都为自己 这哪是天心?是施心 这寄功佛佛四个字 从你们求到以后就在心里 你们一直认为那是佛像的名字 你们一直跟他分开,对不对? 他是老师,你是徒儿 他是大寄功,你是小寄功 他是先佛,你是人间的凡人 这是不是有两种心呢? 这样就有分别心 老师让你了解 从前有一个先佛 他的名字叫寄功佛佛 这是一个比喻 只是在跟你提醒而已